这里叫做奔狼岭 据说蒙德的人很少涉足这里 虽然就在蒙德城附近 但这里生态原始 是一个自然法则至上的地方 正所谓弱肉强食 连史莱姆都能长得很巨大哦 看 就是这么巨大 落 谢身吧 奥姿 任何任何马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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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了呢 謝謝 謝謝你 奔狼领的狼群来了 快逃吧 不用担心 狼是朋友 可 你们是谁 我们只是普通的旅行者 不普通 你们 不过 有熟悉的气味 熟悉的气味 骑士团 对吧 骑士团里有朋友 我是雷泽 你也是熟悉骑士团的人吗 和骑士团没关系 狼群 是家人 家人 家人 将我养大 和我一起生活的家人 好像这中间有很复杂的故事 他们在责怪我 为了帮助你们 埋伏暴露了 没有抓到野猪 这样吗 那就让旅行者来帮忙抓野猪吧 旅行者也是很厉害的 我 我觉得不必了 骑士团的朋友每次动手 狼群都要饿肚子 不用和我们客气了 你们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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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们弄到了 谢谢你们 不过 不过要是我们自己来 能抓五六头 有狼今晚要空肚子了 不要在意 谢谢你们 你们比起骑士团那个红色 看起来很烫的女孩子 朋友 要厉害多了 他出手的话 估计山会烧起来 猪一头也抓不到 我该走了 最近这里不安全 你们小心 保护好自己 真是奇特的人啊 他提到的骑士团那个朋友 红色很烫的女孩子 旅行者 你想到了谁 这边就把她似得哦 只是一 Ridge Ridge非常团队 明快宝贝 我只能给你 我一直在剥烫 这边有时候 我一直找尴尼的 这边就找尴尼一乱 我们还没带 这边就找尴尬 这边有什么 派门和旅行者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好啊 安伯 安伯 你认识奔狼岭的男孩吗 就是和你关系很好的那位啊 你在说什么 奇怪了 他说在老地方等你 难道你已经把他忘记了吗 小派蒙你才是 该不会吃错了蘑菇产生幻觉了吧 我完全不明白啊 不能吃的蘑菇是什么颜色的 紫色的 好像前两天真的吃过 这不是重点 我现在没傻 你不会真的不认识 是那个和狼群一起生活的男孩子吧 你在说什么啊 不明白 不过 说到狼 我最近在调查一件事情 本来只在奔狼里活动的狼群 最近胆子变大了 据说 袭击了最汉霞附近的车队 如果有空的话 来协助我调查一下 可以吗 真可抗 好 那我们出发吧 前方有骚乱 不是狼群 好像是秋秋人部落在袭击货车 嗯 这倒不是什么罕见的情况呢 好了 行话少说 我们赶快去帮忙吧 不要乱动 开锅了 开锅了 开锅了跟前方便在 巡立 我这都不守响 和狼群 怎么也不笔 你别就不笔 哦 鲜 赵 我 Right Closes 压 remainder HAY 欺 我看我 謝謝你們 小事一莊啦 最近藉著狼群的威風 秋秋仁都囂張把握了起來 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相比秋秋仁 還是狼群更肆無忌憚一些 他們 上午剛襲擊了清泉鎮 什麼 襲擊鎮上 這也太囂張了 是啊 我心想狼群鬧夠了 輕許可以上路 沒想到就遇到了秋秋仁 那我們現在趕過去 說不定還能看到殘留的現場 先走一步了 你去趕快檢查一下損失吧 貨車還能動嗎 啊 好 唉 真是奇慘啊 戰鬥站不起來了 什麼 真是太可惡了 可是 他沒有受傷啊 沒錯 太奇慘了 他被嚇得 他被嚇得站不起來了 那 那真是太奇慘了 剛才還有沒有目擊到什麼有用的情報 這 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狼 真是太嚇人了 嗯 看來是沒有什麼有用的目擊情報了 還是再去調查一下現場的痕跡吧 這個爪印 通過爪印可以推斷出來狼的數量和大小 數量不止兩條 大小的話 這一匹大概有 嗯 啊 大概有兩米高 狼很神秘的 一般哪有機會看到 這個狼的牙齒 好像是鋪起來的時候 正好撞到了關上的門 總之這次襲擊 沒有村民獸致命傷 真是萬幸 啊 這是狼的毛髮 據說梨月人會拿這個這座毛筆 毛色和書上說的蒙德狼毛色出入很大 說不定真的是未來的狼 狼身上有好幾種毛髮 顏色深淺都不同了 不過 你看看這個 這是另一座毛 不過 上面沾了什麼 呵呵 這是勾勾國的種子 看到了嗎 種子上的這種鉤子 蒙德境內 它只在奔狼嶺和明關峽之中野地方才長 那 果然還是奔狼嶺的狼群咯 嗯 同一地區 也可能會有多個狼群爭奪領地的情況 雖然不知道祥琴 但這也是個重要的線索 我 足夠推進調查了 在出發之前 我去安撫一下村民的情緒吧 你們調查 找到什麼結果 找到什麼結果 哇 你站起來了 我緩過來了 甚至可以說 我從地獄裡爬回來了 所以 騎士團調查有結果了嗎 從殘留的毛髮裡能看出來 狼群生活在奔狼裡 除此以外 都不太明朗 不過請你們放心 我馬上就去奔狼裡 把事件調查清楚 騎士團絕對不會放任 這麼危險的事情繼續發生 行吧 補救得晚了點兒 好過完全不作為 哇 這個人好沒禮貌 我們現在就要去做該做的事情了 喂 不要做蠢事 你笑話 我們和騎士團不一樣 這仇必須算清楚了 我們走 真是奇慘哪 你在說什麼 說他們的未來 年輕人容易火氣上頭 勞煩各位再照顧一下吧 別讓他們做蠢事 放心吧 這是我們職責所在 雷人這傢伙真的很讓人不說 請交給我們吧 那我們趕快去奔狼嶺吧 啊 是誰 別緊張 雷子 是誰 是我們 你是 你也是騎士團的人 什麼 原來你們不認識嗎 不認識 雖然也是紅色 但是沒有那個人那麼燙 我明白了 你們之前說的狼少年就是他嗎 正是 他叫做雷澤 幫我一個忙 來不及解釋了 我讓盧皮卡散開了 因為那群人來了 他們沒有善意 就是剛才那些傢伙吧 明白了 不過在那之前 我有些事情想要問你 有血的氣味 我們要快點 難道說 是那群傻子被狼襲擊了 是血跡 不是人 是狼的 是盧皮卡的 所以盧皮卡究竟是什麼 盧皮卡 是命運的家族 如果狼接納了人 或者人接納了狼 他們就是盧皮卡 聽起來不像是人的語言啊 這話就很奇怪了 難道狼的交流還會用語言的嗎 是他定下的名字 他 說的是誰啊 這片土地的領主 蒙德的主人 不應該就是巴巴托斯嗎 之後再說 我好像又找到線索了 跟我來 你等等 我可是在給你機會解釋自己的心白啊 啊 雷澤已經走了 雷澤已經走了 不怕不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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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呀 黃心 唉 唉 唉 呀 啊 啊 以断罪之名 是他 被那群人抓住了 真是过分 虽然我也觉得很凄惨 但是我的立场 袭击村子的不是我们 是流浪而来的黑狼 还有他的狼群 他们想要领地 他们破坏了他定下的规矩 他 这片土地的领主 这句话刚才听过了 你还是解释一下吧 我要把卢皮卡抱到深处去 和我一起来吧 或许他会现身回答你 之前那个就有两米 那这条狼 该有多大 这是什么东西 大小太夸张了吧 这里是 请你帮我一个忙 帮我收集这个 这个不是勾勾果的种子吗 它碾碎了包扎 可以止血 的确 的确 勾勾果果的种子上面有层枝叶 不仅能轻微麻醉痛绝 还能止血 书上这么说的 为什么会这样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勾子让种子散步 麻醉与止血 为了不痛 我们会更难察觉他 把他带得更远 紫色的老师 是这么和我说的 我要留在这里照看他 还有 回答另一个红色女孩子的问题 如果人群回来了 骑士团的面子 应该有点作用 你的郎朋友们 并没有洗脱嫌疑呢 不过 旅行者 草药还是麻烦你了 麻烦你去收集一下 勾勾果果了 我在这里有些事情 要问他 我们回来了 你看看这些够吗 足够了 刚才和他谈了一下 狼群世界的规则 很不可思议啊 谢谢你们 绕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其他狼 狼平常是这样的 刚才抓到那条 明显是质力有点问题 干 干什么 找你算账 就是他 传闻里被狼养大的人 原来就是你 我还在想 狼怎么这么聪明了 是你在帮着畜生 算计人哪 谁给吃 谁就是父母吗 你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 够了 你们这是在欺负雷泽 不擅长说话 启示团要袒护这个人吗 不是我们 袭击的村子 如此嘈杀将我唤醒 却又不是再向北风交那供奉 你们不仅加害我族 还要颠倒是非 真是大难 听 听 要保护外人吗 雷泽 我的愤怒尚未平息啊 那你就用你的剑 来为他们洗醉 用你从人类来的本事 向我养出钢铁的爪牙吧 讲不通就打扁了 热乎热乎嘛 回敬我吧 又来了 又来了 嘴里 咸的 不要乱动哦 放开 恶心 下来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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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怒 喜怒 罢了 就像之前这小子说的 外来的狼群破坏了这里的规矩 他们必然会被制裁 但是你 雷泽 你不准参与逃伐 因为这是狼的问题 你使用钢铁而不是爪牙 加于雷电而不是力驰 你属于人类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才不属于他们 你不是狼 这是狼之间的事情 倒是你 雷泽在人类中的独皮卡 你倒是高尚又特殊之人 如果有心 可以向我来寻求试炼 我严谨于此 有缘再见吧 雷泽 和陌生的人类 雷泽 别露出那种表情嘛 对了 要不要去城内住几天 对啊 你在蒙德城也有一个朋友 不是吗 那个红色的 很烫的 女孩子 现在野外的行人对你也很危险 我知道你不想伤害他们 我没事 你们 放心 但我不属于城市 我也不属于这里 谢谢你们 旅行者 派蒙 还有 另一个红色的女孩 我陪你来了那么久 你居然不记得我叫安博 那么 再见了 我上次 对 美国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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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